老公创业失败,陪他还七年债,他中八百万彩票后,却想尽办法离婚,不料刚拿到离婚证,新闻播放首富去世,留下五百亿遗产,看到继承人的脸后,前夫当场傻眼结婚纪念日的晚上,我和孟帆奢侈地吃了一顿自助火锅,喝了点酒,他红着脸点燃了一根烟,表情让人琢磨不透。 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我有话被你说,我有话被你说,我俩一口同声,一如往常的心有灵犀,你先说,我开口让他先说,大概也能猜到他要和我说什么事,他没推辞,深吸了一口烟,似是下了很大的决心,金阳,我们离婚吧。 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淡漠而疏离,看着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 我笑容渐渐凝固,这与想象中截然不同的场面,让我一时间有点反应不过来。 已经到了嘴边的那句,我小爷爷留给我了一大笔遗产,就那么噎在爱隆里,上不上下不下地让人难受。 但很快我就想明白了,甚至有点庆幸刚才自己没有嘴快。 前阵子接到公正处电话,说我从小被卖掉的小爷爷大费周章地找到我,指定要我在他百年后继承他的资产。 我确实有个小爷爷,四五岁的时候被卖掉,我爷爷为了救他,还被人牙子打断了一条腿。 但是现在他来找我,还要给我一大笔财产,这太离谱了吧。 我本来是不信的,但公正处一直在切而不舍地联系我。 后来发展到我看到不认识的电话,就直接挂断,直到派出所民警找到我,我才知道原来真的有天上掉馅饼的事。 当初刚结婚,孟帆坚持创业,雄心勃勃地要干一番大事业,出人头地。 可遇人不输,被人骗了货物不说,还背上了一身债。 两百多万,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我父母双亡,他虽父母健在,却全无能力帮忙,不拖累我们已经是他们最大的努力。 所以我们孤立无援,那段时间他痛苦消沉,几次想要轻生都被我拦了下来。 我从小吃的苦太多,习惯了便也不怕再吃苦。 欠了钱慢慢还总能还完,但是命没了可就真的没了。 那时候他常常红着眼睛问我,要不咱们离婚吧,我对你的承诺这辈子怕是都不能实现了。 我拒绝了。 我是个孤儿,从小吃百家饭长大,受尽了白眼和奚落,没感受过什么人间温情。 只有孟帆,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温暖,我便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 我觉得这世上所有的困苦都不足以压垮我,只要两颗心永远紧贴在一起,就没有什么跨不过去的坎。 见我那么坚定地和他站在一起,孟帆逐渐振作起来。 不仅找了一份脚踏实地的工作,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想办法赚钱。 结婚这七年里,我们一起摆过地摊,送过外卖,开过滴滴,干过跑腿,没买过三位数的衣服,没吃过像样的馆子。 头发长了就自己剪,他笑我说我的手艺是野兽风格,但七年下来也练得有模有样。 我们也不敢要孩子,不敢把一个无辜的小生命拖入到这无边的劳苦中。 总之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挣钱,想尽一切办法守钱。 他会一脸懊悔地说是他拖累了我,会捧着我粗糙的手,默默掉眼泪,他也会把兰州拉面里薄如蝉翼的牛肉都挑给我,自己缩着白面条,吃得一脸幸福。 冬天会将我冰凉的手脚塞进自己衣服里,冻得自己直吸冷气。 夏天也会在我汗流加倍的时候狠心买上一根冰棒给我惊喜,自己却舍不得吃一口。 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等我有钱了,巴勒勒,后面可以随意按场景搭配合适的话语,但我从来没怀疑过他的诚意。 毕竟一起在苦日子里熬着,任凭是谁都会对美好生活产生一些向往的。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我实在不忍心在拖累你。 飘远的思绪被孟帆拉回来,我默不作声地拨弄着手机,落在孟帆眼里就变成了我伤心的模样。 见我半赏不说话,他叹了口气起身准备离开,迈出一步又停下。 家里的债务我一个人带走,存款。 他顿了一下,存款一人一半吧,我也要吃饭,就这样吧,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还在看手机,这破手机卡得过了这么半天,电子邮箱页面才登上去。 看着我即将要继承的资产清单,我心里五味杂陈。 他真傻,真的,这么多钱,我差一点就要和他分享了。 真的就差一点,他就将攀上一个真正的富婆了。 真可惜。 孟帆烦闷地抓了抓头发,纠结得眼神又突然变得笃定,就下周一吧,快刀斩乱麻,这样的日子多过一天,对咱俩都是煎熬。 他确实太煎熬了,八百万奖金的彩票抓在手里,却不敢对讲,他能不煎熬吗? 我嘴角浮起一抹冷笑。 我真的要感谢这八百万,让我看清了一个渣男。 下周一不行,我用最快的速度接受了眼前人的变心,然后平静地拒绝他。 小爷爷病重,想要尽快见我一面,我本来是想带孟帆一起去的, 但是现在看来,没有那个必要了。 而且我也实在心有不甘。 有一种邪恶的想法,在我脑海里疯狂叫嚣,拖着他,折磨他,让他每天都活在担心中, 看看他为了钱,到底能做出什么下做的事情。 我为了感情,和他过了七年苦日子,他有钱以后的第一件事,却是迫不及待地要把我踢掉。 那我过去的七年算什么? 扶贫吗? 自孽吗? 他又是怎么看我的,是他还债路上的冤大头吗? 我盯着他的眼睛,想要从中看出点什么,却只看到冷漠和疏离。 金阳,你别这样,现在分开对咱们都好,你就不要再抓着不放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明知故问。 他目光甚至都没有躲闪,神色自然地就像是对着镜子演练了几百遍。 没有,你怎么又开始瞎想?那我也很自然,下周一我真的有事。 要说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久了,看对方真的就像照镜子一样,有一点不对劲都能看出来。 这小半个月以来,我明显感觉到梦翻懈怠了。 其因是我发现他微信部数骤然降低,天天占领封面的他突然一连好几天,全天部数不破千。 要知道他在送外卖啊,从晚饭时间送到凌晨,这正常吗? 回来以后也是手机不离手,问他在干什么,他说玩免费的游戏。 那两天正是我被公正处骚扰得烦不胜烦的时候,想找他吐吐槽,他却一副根本就不想搭理我的样子。 女人的第六感让我感觉他有事情瞒着我。 于是趁他睡熟,我在他手机壳后面的夹层里发现了一张彩票。 百度搜索栏里最新的几条记录是一中彩票了怎么花。 中了彩票能说吗? 彩票最长对讲时间,怎么去对讲最安全? 我天真的以为他是想要给我一个惊喜。 也正是同一天,我在民警同志的帮助下证实了继承遗产的真实性。 不管是中了彩票还是天降遗产,我们以后都会是有钱人,都有着同样光明幸福的未来。 算命地说我们三十岁的那一年会时来运转,当初我还不信来着。 现在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他算得准,我俩一夜之间都变成了有钱人。 我似乎突然有了底气,人也就跟着懈怠了。 就像跑一场万米比赛,如果一直坚持着,即使慢也可以勉强跑到终点,但是一旦停下来,想再跑起来可就难了。 我休息了两天,狠狠爱上了那种不用听命的感觉。 于是我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这颇天的富贵与他分享,往后我们就躺平坐杆鱼,再也不用过苦,哈哈紧巴巴的日子了。 可惜我还没来得及和他分享我的快乐,他就要跟我离婚了。 那么坚持,自始至终也没告诉我他中了八百万这件事。 我心里酸涩地发苦,一种铺天盖地的悲凉几乎要将我淹没。 原来我心甘情愿地和他共苦,他却丝毫不想与我同干。 这七年我到底图什么? 那天我们不欢而散,梦帆以为我是舍不得他,非常耐心地跟我分析利弊,告诉我和他离婚以后会多么多么好,继续过这样的日子会一眼望不到头。 他的嘴一张一盒絮絮叨叨,说出来的却没有一句是他真正的目的。 手机发出破罗一样的声音,那是无数次磕碰,外加几次进水导致的。 因为修修还能凑合用,就一直没舍得换新的。 近来的试条信息,是公正机构发来的办理流程通知,让我尽快提供证明材料。 如果材料验证没有问题,随时都可以办理资产过户事宜。 我没有继续在梦帆身上浪费时间,打了一辆车赶回住处。 曾经他给我提供了情绪价值,让自小缺爱的我体会到了被关爱的感觉。 作为代价,我付出一点辛苦,也无所谓。 可现在他因为钱放弃了陪他吃苦的我,那我也可以果断地及时止损,潇洒转身退出这场游戏。 后半夜,梦帆也回来了。 酒气熏天,混杂着呕吐物令人作呕的气味,一回家就倒头大睡。 我轻手轻脚地过去,想拿过他压在枕头下的手机,没想到手指刚刚碰到手机的边缘。 梦帆就像受惊的豹子猛然睁开双眼,铁钱一般的大手死死擦住我的手腕。 你干什么?我连连呼通,充电啊,你不是说睡前让我帮你充电吗? 他手指渐渐松开,把枕头又往自己那边拢了拢。 不用了,以后都不用了,都要离婚了,不用这样装贤惠。 这是我对他的一次试探,也是我们撕破脸的开端。 一连几天忙忙碌碌,我一鼓作气地半量了所有的继承手续,心情无比舒畅。 我每天都会抽时间去看看小舒陵,他情况还好,只是积劳成疾,医生让他静养,所以他很急切地想把手里的工作尽快转交给我。 我这边忙得热火朝天,孟帆却肉眼可见得一天比一天焦躁。 孟帆没有放弃他原本的工作,毕竟他前不久刚刚升职加薪,但是他不再做兼职,下了班就回家打游戏,要不就是出去找乐子。 喝了酒回来就坐天坐地,当着我的面把家里又打又砸,几次想对我动手,都被我早就准备好的房廊垫棍给吓退。 我知道他是在逼我离婚,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对我在做什么他一无所知,也似乎毫不关心。 闹了几次没什么效果之后,孟帆开始不回家,沉寂已久的朋友圈开始出现暧昧的痕迹,倒真的不催着我离婚了。 吃甜品,逛公园,配出的文字腻得发酷儿,用尽半生的运气,终于遇见你。 当然了,他是屏蔽了我的,但还是有认识的人不小心看到,然后告诉了我。 照片看似是在拍甜品,可在构图的一角,无意间露出拿着叉子的半只手。 那手真美啊,即使只有半只,即使看不真切,也能感受到那手白皙修长。 精致的美甲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璀璨的光,应该很贵吧。 一想到贵,我愣着了一下,然后自嘲地笑笑以前那样装修精致的美甲店,我看都不敢多看,生怕招待小姐姐看到,会请我进去。 我就像一个怯美的小偷,想看又不敢光明正大的看。 但现在不一样了,我决定下次面对他们的时候争取更坦然自信一点。 毕竟曾经再怎么贵的东西,现在也不贵了。 告诉我的是隔壁的租户,一对情侣中的女孩,叫姚雅静。 因为我最近天天回家,她自然知道和孟帆出去的不是我。 杨姐,孟哥一定是不记得加过我的微信,才忘了屏蔽我。 这条朋友圈就连我男朋友都看不见呢。 你可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她这是要出问题了。 据何止足药,是已经出问题了。 我苦笑着谢过她,一言不发地掏钥匙开门,她轻轻拉住我的胳膊,略微迟疑, 本来我男朋友是不让我说的,不让我多管闲事。 但是Girls of Girls,发现这样的事我做不到不告诉你。 姐姐,这样的男人还是趁早扔了吧,垃圾不能要啊。 我转身抱了抱她,告诉她我早就不是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子了。 姐姐,你不会就这么算了吧? 她以为我要委曲求全,看着我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实际上我还有后半句没说出来。 我不是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子了,但我是黑化的金,扭护路,爽文女主,弄死她小臂K杨。 一个月后,房子合同到期,我和房东说不租了,打算搬走。 当天,孟帆就赶了回来,换了新手机新手表,西装西裤皮鞋擦得正亮,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 她站在那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语气中透着焦躁和不耐烦。 你到底想闹到什么时候? 看吧,这男人多会倒打一耙。 明明是他在搞事情,逼我离婚,让他这么一说,反倒成了我的错。 我已经收拾了许多东西,大包小包堆在地上,都没空抬眼看他。 小爷爷留给我的财产里有一处非常好的房子,隐于闹事中的独门小院,看着不起理眼,实际上却是寸土寸金。 距离我新工作的地方虽远,但是交通方便,他铁直达,还不容易被熟人发现。 我打算搬到那里去,然后默默做一个与世无争的小富婆。 和美女约会开心吗? 我平静地开口。 他愣了一下,却没有否认,你都知道了,普通朋友而已。 嘖嘖嘖,我表情浮夸地嘲笑他,用尽半生的运气才是见一个普通朋友,那你的运气可真够差的。 却蹲久了腿有点吗? 我顺势席地而坐,也方便看看他的反应。 他看起来好像有点不明白,一脸茫然。 你在说什么呀? 莫名其妙。 金杨,你这样,那有什么用呢? 我实话跟你说了,把我买的彩票中奖了,八百万,但我不想和你分。 生子,放在他们那里,我放心。 彩票已经交给了我的父母对奖,奖金也存在了他们的名下。 你也知道,我是读《如果你痛快和我离婚》,我可以稍微补偿你一下,也算是弥补一下这些年我对你的愧疚。 但你,如果非拖着不离,我也没什么怕的,大家都是成年人,闹得太过不着好看的。 我望着他,很明白他的意思,也惊讶于他的坦诚。 我喃喃低语,算命地说我们三十岁会时来运转。 他立刻纠正,是我,不是我们,是我的三十岁会时来运转。 彩票是我买的,你又没帮我选号,凭什么来分我的钱? 大概是认为这样做无懈可击吧,他对自己内心的丑恶并没有丝毫掩饰。 行吧,我同意了。 我拿过他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用脚踩着一脚,刷刷牵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扔给他。 他赶紧捡起来,仔细收进怀里,诧异地问道,你就不谈谈条件。 我冷笑,谈什么?谈你根本就不配当个人吗? 过了许久,他才说了一句,对不起。 我不知道他对不起的是什么? 是我七年的辛苦吗? 还是觉得我被他抛弃了,像一条可怜的丧家犬。 一想到这些我情绪就有点低落,吓得我赶紧转换思维。 憧憬一下,我搬进带着花园露台的小别墅后,腰缠万贯的小富婆的生活。 很快,我心情就好了许多,甚至还哼起了歌,今天是个好日子我约了霍拉拉,一会儿就来搬家。 其实也没什么好搬的,那边什么都有,这一个月我刚刚按照自己的喜好收拾过。 我无所谓的样子似乎让孟帆很意外,在我示意他挡着我的路了的时候,他突然拉住我。 金阳,你好像一点都不难过。 他探究地看着我,目光在我脸上来回审视,似乎是想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最后发现找不到的时候,他顿悟了,你变心了对不对? 你有了别的男人,这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搬出去和他一起住了。 我嫌弃地拨开他的手,开始整理第二只箱子。 他还在不依不饶地问,仿佛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 男人真是种奇怪的生物,明明想离婚的是他,变心的也是他,可看到我如此平静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切, 他又好像自己吃了多大亏一样,似乎只有让我痛哭流涕地摔求他,挽留他,他才会在厌烦中生出一点得意,然后像一个胜利者一样给我一点施舍。 如果没有看到自己想要的结果,那他也不但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别人。 我没告诉他我为什么不难过,我怕说了他会开心,会在甜言蜜语地哄骗我,而他很清楚却爱得我最脆弱的所在。 现在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在给我的脆弱安装铠甲,每一片都正和要害,将我武装到无懈可击。 其实我也难过过,但想通了也就不难过了。 我为了他已经付出了那么多,现在他背叛我了我还要为他难过,这好不公平。 我过了许久,他没等到想要的答复,自顾自地说道, 也好,现在离婚也算合了你的心意,我就说吧,千算万算我也算计不过你,最后还是被你摆了一道。 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咱们就去把婚礼了吧。 我没有拒绝,在去民政局的路上,他梦一般地喃喃自语,金阳你得体谅我,我真的是穷怕了。 这样抠抠嗦嗦的日子,我是一天也不想过真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夫妻本事同灵鸟,这些道理你都懂,如果换作是你,你也一定会做出和我一样的选择的。 这么多年,他的声音没什么变化,恍惚中,我似乎又听到那个男人带着哭腔哀求,医生求求你救救他,他还能看见东西吗? 你把我的眼睛换给他,我宁可自己瞎不见了。 那时候,我们刚开始还债不久,我过度劳累在路上晕倒,被送到医院以后,眼睛就看不见了。 医生说是因为头部撞击导致的短暂失明,一个月左右就可以恢复,但他还是恨不得把自己的眼睛换给我。 他痛哭流涕的样子,一时间成为医院的笑料,大家看到我们就会笑着打去那个要给老婆换眼的好男人来了,朝哪边磕头能遇到这样的男人呢? 每当这时候,他都会害羞地挠头,急坏了吗?我也不懂啊。 而我则任由一股火热在内心膨胀,坚信自己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离婚还有三十天的冷静期,我不想冷静,已经够冷静的了。 他也不想冷静,以免夜长梦多。 直接起诉吧,会快一点。 我提议,他愣了一下,脸上浮起一抹鄙夷的神色,你连这个都咨询过,看来你早就想离婚了,那还假惺惺地装可怜做什么? 谁装可怜了? 我只是不想再装穷罢了。 起诉,调解,意见统一,离婚,一切都顺利地出乎意料。 仅仅用了七天,我们就拿到那本印着银色字体的小本本。 我没啥感觉,可孟帆的心里应该是如释重负的。 他饶有幸违地指着不远处,要不我送你吧,正好坐坐我的新车。 那是一辆仅新款的奥迪Q7,六七十万的价格,是他的梦中情车。 以前他曾说过,一定要带我坐着他的新车兜风,打开天窗,让我在这座城市最宽阔的马路上拥抱最和煦的风。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他真的做到了,可能是捕捉到我有点愣正的眼神,他的嘴角浮起一丝得意,不敢买太贵的,总不好太张扬,我们老板开的才是一辆,吧,走吧,送你回家。 我说不了,他硬要拉着我坐,打开导航,我让他跟着导航走就行,他惬意地将自己安置在主驾位置上,然后又以一种带着土包子见世面的姿态向我介绍着这部高级车里的各种功能。 他的视线来回在我脸上群寻,试图捕捉到我艳羡的表情。 也是,富贵不还乡,就如锦衣夜行。 如果说向谁炫耀,更能满足他的虚荣心,那一定是见过他所有落魄的我。 婚内买车,你不怕我分走一半? 分不走,我爸妈出资的,一看票据就能看出来。 我们不再说话,实在话不投机。 道路开始拥堵起来,到了中心区,堵车是必然的。 直到距离没有多远以后,孟帆开口带上了一点酸。 租住在这样的地方,你找的这个男人有点实力呀。 不过跟我比起来还是不行,我马上就要买房子了,以后都不用再看房东的脸色了。 你呀,他有点恨铁不成钢,又带着点过来人指点后辈的口吻。 你也三十岁了,不能一直租房子住吧,还是要努力买套房子。 这一点你就不如我了。 随着他好心地劝谏,汽车驶入了隐匿于闹市中的一小片别墅区。 那里看起来就像是一条小街,在喧嚣的都市中独享这一方宁静。 孟帆脸色变了变,看向我的目光中已经带上了不确定的小心。 你住在这里,据我所知,这里没有出租房,住在这里的非富即贵,我老板在这边就有一套房,前几年我还过来送过一次东西。 我淡淡地哦了一声,示意他停下,然后随手从包里抽出几张钞票,扔给他,我到家了,你回去吧。 也不知是我换厅了还是什么,总感觉那辆车过了好久才走。 不得不说,小爷爷的资产真多,住宅商铺不说,就是企业和工厂都够我看许多天的了。 到了最后一家,也是最大的一家,小爷爷本想亲自送我过去,但是我拒绝了。 您不是说现在公司管理有问题吗? 不如我先来个微服私房。 有些事情高层看不到,换个角度可就不一定了。 三天以后,我作为实习生进入了大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惊讶地发现姚雅静也在。 看到我他有了那么一瞬间的不自在,但是转瞬即逝。 杨姐,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 他穿着一身鹅黄色长裙,更衬的身材修长纤细,只是那微微隆起的小腹显得有些突兀。 无名纸上一颗平平无奇的肃圈戒指却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忍不住好奇,什么时候结婚的。 我怎么不知道,他神色有些不自然,尴尬地用右手去挡,但我还是看到了指尖的那颗质,曾经我在某一张照片上见到过。 就前些时候,前些时候,他眼神多闪。 那就是你们的不对了,咱们做邻居好几年,你忘了告诉我,怎么小张也忘了。 我得找他兴师问罪去。 我假装气鼓鼓地就要打电话,姚雅静慌忙拦住了我。 别,不是他。 看着周遭没人注意,他把我拉到了茶水间,再转身,俨然另一副神情。 金阳,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到这来是干嘛的。 既然都已经离婚了,你还纠缠孟帆干什么? 他现在是我的老公,你知道你这样叫什么吗? 这叫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叫知三当三。 我斜靠在茶水台上,玩卫师的眼神上下打量着他。 嗯,看起来有四个月了吧,是你前男友的。 那这事孟帆知道吗? 还是说,这个孩子就是孟帆的,你还没和小张分手的时候。 就和孟帆勾搭到一起了。 姚雅静显然被我的逻辑搅晕了,他指着我的鼻子,气得满脸通红,指尖都在颤抖。 这孩子就是孟帆的,我和小张早就分手了,你不要胡说八道。 哦,我恍然大悟,可那时候我和孟帆还没离婚,你就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 那知三当三的到底是谁呀? 不等他说话,我又抢先一步,不对啊,那时候你和小张也还没分手吧? 哎呀,那你这身份可就复杂了。 知三当三不说,还出轨劈腿。 嘖嘖嘖,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依我对他一阵恭维,气得他脸色发紫,伸手就要打我。 手到半空又突然停下,他嘴角擒着冷笑,你别以为到了这里就万事大吉了,这不还没转正了吗? 你就等着滚蛋吧。 他骄傲地转身离去,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 当初在小爷爷的资产清单里看到这家公司时,我就非常意外。 竟然是孟帆工作了这么多年的公司,这样的是属实巧合到可以写尽小说了。 我一直在触摆其他事情,而对家公司避而不见,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不知道要怎么面对孟帆。 于公来说,如果他是一个优秀,或者即使只是个称职的员工,我都不能对他带有偏见。 但是余思,我做不到。 这样的纠遭让我一直逃避接手这家公司,直到我内心建设得足够强大,可以面对以往那些不堪。 没想到刚来第一天,竟然就见到了一张老面孔,它的存在让我一直以来的担忧都烟消云散了。 正在我打算好好打入基层内部,了解一下公司运营情况的时候,我发现整个写字间的人都开始刻意回避我。 他们对我窃窃私语,看向我的眼神中带着鄙夷,逼我如同洪水猛兽,甚至什么工作都不交给我。 问就是没有,问就是不需要我做。 我被孤立了一整天,傍晚的时候要填工作小节,日小节那一篮我,私存许久,也只能先空着。 如此这般,一连好几天,末了还是一个宝洁大姨看不下去,偷偷告诉我。 姚雅靖是采购部孟主管的表妹,孟主管又是董事长亲自提拔的年轻人,谁敢小瞧她。 姚雅靖什么时候成了孟番的表妹了? 难得有个人肯跟我八卦,我寄出我捧根的灵魂,忽悠着他继续往下说,真的呀,还有这事? 千真万确呀,公司里都传遍了。 你刚来不知道吧,咱们董事长原本不姓政,他是被卖到这里来的,现在岁数大了又无儿无女,就一门心思想找到自己原来的家人。 你看那个孟番,工作能力一点不出彩,在采购那块干了那么多年,都没出什么成绩,而且据说他还客扣采购资金,吃回扣,就这样,董事长还专门过问提拔了他。 你想想,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个孟番不一般啊? 现在好多人都在传这个孟番,说不定就是董事长找到的。 自家人,要不然怎么会连总经理都对他客客气气的? 他说完这话,沈氏的眼光开始上上下下打量我,可我怎么看着那眼光中多少带着点鄙夷和可惜? 好在大姨那颗八卦的心已经被我充分调动,不用我拱火,他就继续主动往下说,再说说你,你挺好一小姑娘,干啥不好,非要给人当小三? 你说,你给一个快死的老头子当小三,能捞到什么好处?你这孩子想不明白啊? 啊?大姨这话真是给我雷了个外焦里嫩,再也淡定不了。 你说我给谁当小三?大姨皱眉,一副我什么都知道,你不要想瞒我的架势,给董事长啊。 你看看,连我都知道了,微博上有人发了你进董事长别墅的视频。 连门都是自己开的。 嘖嘖嘖,没想到董事长都快活不长了,还能金屋藏娇呢? 你也是,图他傻呀? 我简直被弃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这是谁干得不难猜出来,我忍无可忍,直接找到孟帆兴师问罪。 可孟帆一脸猛逼,说他根本就不知道。 你知道我从来不玩微博,那个东西怎么发我都不知道。 再说了,我虽然知道你跟我老板搞在了一起,但我没必要把你发到网上去吧。 你毕竟是我前妻,让人知道我前妻踹了我给一个老头子当小三,我脸上很好看吗? 不得不说他说的有那么一点道理,他从来不玩微博这件事,我也是知道的。 从那条博文的手法上来看,号虽然是新的,但手一定是老的。 我摇摇头,叹了口气,不是你那就是摇哑镜了,那视频一看就是你送我那天拍的。 孟帆的脸色开始阴沉起来,淡漠的目光开始变得阴质。 金阳,我真没想到你镜是这样的人,你为了接近我,跑来这里上班不说,还这么污蔑小镜。 你以为在我这里说她的坏话,我就会重新回到你身边吗?你想多了,不可能的。 她缓缓地摇头,又似乎是回忆起了什么美好的事情,让她的脸上浮现出梦幻一般的神情。 小镜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善良又隐忍的女孩子了,她和你不一样,你有主见有能力,她却什么都要依靠我,就连家里进了一只苍蝇她都要等着我来打。 她不嫌弃我穷,义无反顾地和我在一起,她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中彩票的事,你信吗?我从来没见过这样温和的女孩子,她和你的感觉不一样,她让我有一种被需要被依赖的感觉,而你只会让我时刻记得自己是个需要女人帮着还债的废物。 所以真的,你走吧,你在这里会让小镜难过的,别再白费力气了,咱们不可能了。 别等我出手,你也知道,现在我在这个公司还算有点面子,我甚至都不用找徐总,只要和人事那边说一声,你就得乖乖卷铺盖滚蛋。 不过,咱们都是成年人了,没必要做得那么难看。 我有些不解,如果说别人对孟帆的身份是瞎猜,那她自己哪来的自信? 除非,你到底送了多少钱? 要不公司怎么可能录用高中都没毕业,还怀着运得摇哑镜? 以前孟帆就主张,有钱能使鬼推磨,她的职位多年不能晋升,都是没钱送礼的缘故。 但这次,她否定了我,徐总赏识我,我只是试探性地请她帮个忙,她居然痛痛快快地就为我办了。 你说我是不是时来运转了? 金杨,其实你真的不忘我,刚结婚那会儿我就投资失败,欠了一屁股债,然后这么多年都一直在还债,生活一片暗无天日,可自从和小静在一起后,没过多久我就升职,然后中彩票,紧接着就发现她怀孕。 你说我的运气是不是都让你耽误了? 所以,你真的不要怪我,我不能再让你在我身边了,你害我已经害得够多了。 她低声打了一个电话,很快便有人是告知我,是用不合格,不予录用。 真是比圣旨还快,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我被赶出公司的笑话。 小三人人痛恨,如果是顶头领导的小三,那就更乐意看一场不要钱的好戏了。 果我对着自己办公桌发呆,犹豫着要不要表明身份的时候,小奶奶来了。 她是个传统的家庭妇女,并不喜欢来公司这种地方。 她的出现让公司里立刻炸开了锅,聚集到我身上的眼神又骤然多了起来。 不会吧,这是正式抓小三的戏码吗? 豪门恩怨,这是我不花钱就能看的。 看着小三还怎么四色,董事长不行了,董事长夫人怎么可能让她得意啊? 这还不得心仗老仗一块算? 快别说了,她来了。 小奶奶七十多岁,一头银色短发,烫得卷曲蓬松。 可能是众人的目光让她有点不舒服,她静止走到我身边。 孩子你受委屈了,快说吧,她又转头向着大家,为雨脸先红。 今天我来,是传达董事长的一个决定辞退采购部的孟帆。 别难过了。 这话一出,全体哗然,就连平时接触不到的总经理也完全不能淡定。 孟帆兢兢业业,辞退她究竟是因为什么理由? 如果没有正当原因,怕是会对咱们公司的名誉不利。 小奶奶轻轻抚摸着我的头顶,望向我的眼神中满是慈爱,因为她对不住这孩子。 这下,大家更摸不着头脑了。 刚反映过来的孟帆,气急败坏的几个人群冲到前面,举着的手机屏幕里正描放着我走进别墅大门的视频。 凭什么辞退我? 这个女人她才有问题。 她急慌慌地解释,您可千万别被她骗了。 她是董事长包养的情人,您那套平时不住的别墅,现在就是她在住着。 董事长不行了想安排好自己的情人,您可千万别被骗了。 众目睽睽下,她一口一个情人,一句一个包养,本来暗地里八卦的消息被她这样堂而皇之地公之于众。 我又一次成了众矢之地,小奶奶本来就文静不善言辞,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场面? 一张原本白皙的脸颊逐渐占红,胸口剧烈起伏起来,看着吓人。 总经理见了,立刻把孟帆阁到了一边,自己当和事佬,说来说去也无非就是给孟帆说好话,贬低我损斥我。 在她眼里我就是一个快要失去靠山的第三者,没有任何威胁她的能力。 依我实在看不下去,起身挡在了小奶奶前面。 徐总,你到路收了孟帆多少钱,要为她这么颠倒黑白。 徐文达被我戳破了窗户纸,脸上更是青红一阵,但到路多年积淀下来的威严还在,在场的人都不敢当面表现出来。 她神色逐渐恢复,语重心长地答复我,你还想很多事情都不懂,你不懂不代表我不知道。 咱们这家公司虽然是正懂的,但马上就不是正同的了。 这个孟帆现在虽然算不上什么,可你不能小瞧她,以后这家公司可少不了她。 话说到这份上已经够明白的了,可我还嫌不够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都说明白,也罢得大家猜来猜去。 徐文达的视线在小奶奶脸上扫来扫去,似是在探看她的态度。 小奶奶不闻不问,甚至闭上眼睛,根本不再理睬。 行,那今天我索性就都告诉大家,反正新老板继任也就是这几天的事。 人群开始喧闹起来,徐文达示意大家安静。 其实新老板不是孟帆,但也和孟帆差不多了,是孟帆的夫人。 据说前阵子所有的继承手续都已经办完了,现在咱们公司在法律上已经属于这位新老板了。 当初这件事还是董事长亲自问我的,我才知道原来孟帆的夫人就是董事长原本的家人。 也正因为如此,孟帆再继续当一个普通职员就不合适了,于是董事长示意我给他升职加薪。 没有董事长的首肯,其中的缘由我肯定是不能说出来的,以至于出现了许多不实传言,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后面发生的大家就都知道了。 所以我不是颠倒黑白,我是实事求是,站在真买那边而已。 这话由总经理说出来,可信度有多大可想而知。 本来还抱有一丝看热闹心态的人也都火速站队,开启了一颠倒讨伐我的征程。 听他们锅造够了,吵闹声渐渐低沉下去的时候,我果断开口,说够了吗?说够了能不能让我说一句? 众人静谧无声,似乎都在好奇我会说什么。 徐经理,我叫住他,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徐文达不可一世道,我一个总经理为什么要知道你一个实习生的名字啊? 那你知道,孟帆的夫人叫什么名字吗? 那当然知道,叫金阳,多好听的名字。 他说出金阳两个字的时候,脸上甚至都不自觉带上了谄媚的表情,比对孟帆更甚。 这话一出,在场的窃窃私语声和倒吸凉气声再也压不下去,徐文达似乎也感觉到了不对劲,有些疑惑摸不着头脑。 我拿起刚刚摘下来的公牌,笑望着它,那么就请徐总看看,我叫什么名字。 徐文达不可一世地目光脸去,他眯着眼睛看,似是看不清,又走近了几步,结果公牌日不转经地看。 看看公牌,又看看我,眼路逐渐弥漫出震惊和不敢相信。 我笑道,徐总,没人告诉你我和孟帆早就离婚了吗? 我小爷爷可从来没说过要把公司交给这位柔柔弱弱的姚雅静小姐啊。 徐文达面如死灰,孟帆比她更厉害,面如死人。 一直没说话的小奶奶突然拨通了手机连线,我帮她投在了大屏幕上, 小爷爷正插着氧气管半躺在那里。 金阳是我侄孙女,也是我指定的唯一继承人,今天连线见大家一面就是给你们一个交代。 董事会已经开过了,相关的手续和备案也都做完了。 金阳现在就是你们名正言顺的老板,你们对她要像对我一样,不要欺负她是一个小姑娘。 她要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不用再来问我的意见。 至于孟帆她闭了闭眼,似是呼吸困难一样,深深喘了几口,太让我失望了,太失望了。 那些事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金阳怕我担心,竟然一直都没告诉我。 我的主张是辞退她,具体怎么做还是看金阳的吧,一切的抉择权都在她。 行了我也累了,老婆子你回来吧,别耽误孩子工作了。 挂断视频,小奶奶拍拍我的手,好孩子,以后这个烂摊子就交给你了,我和你小爷爷过一天算一天,也该想想轻浮了。 送走了小奶奶,偌大的写字尖里鸦雀无声,一片死一般的沉寂。 行了,我轻轻嗓子,都该干嘛干嘛吧。 人群乖绝地散去,回到了各自的座位上,兢兢业业。 只有孟帆呆立在那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徐文达几次想要和我搭话,我都没给他机会,最后我坐到小爷爷曾经的位置上时,他还是探头探脑地进来了。 一脸谄媚。 金董,以后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我在这里十几年了,对公司比对我自己家都熟,那你还是先回去好好熟悉熟悉自己的家吧。 我并不想和他多说,挥手示意他离开。 一个将阿余谄媚,潘虚拍马信奉为工作信条的人,反正我是不敢用的。 上梁不正下梁歪,他一个总经理尚且如此,手下的人能好得了才怪。 解决了徐文达,然后就是孟帆。 我根本就没再见他,而是直接发了辞退信,并让公司法务追究他过去客扣,采购资金的问题。 与此同时,孟帆还受到了重新划分婚内财产的法院传票。 起初我只是怕孟帆对我不利,在出租房里装了一个监控以防万一, 没想到竟然录下了他让父母领奖转移财产的证据,真是个意外惊喜。 终于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该是我的钱一分都休想让我放弃。 十二孟帆和姚雅静同时在公司消失。 我并没有辞退姚雅静,只是没了孟帆这个所谓的靠山在, 他的能力根本就不足以支撑起在公司的工作。 更不要说他平时不可一世的高贵模样,让人不满已久。 那天我回别墅,没让司机送,而是从地铁站溜溜达达地出来。 刚打开院门,突然一股大力将我推进了门内,紧接着大门关上。 一张脸清晰地对在了我的面前。 金阳,你竟然这样耍我? 你明明有那么多钱,为什么不告诉我? 如果你早点告诉我,咱们会走到离婚这一步吗? 孟帆双眸心红胡子拉叉,头发凌乱打结一看,就是好几天没洗的模样。 我动了动被钳住的双肩,你先把我放开。 我不放,除非你答应和我复婚。 他自顾自地表白,你知道我有多爱你,我就是一时没想明白。 现在我想明白了,只要你愿意和我复婚,我所有的钱都可以给你。 一针的金阳,我不能没有你。 他深情地叹了一句,低头就要向我吻来。 突然大门从外面打开,两个带着防暴武器的警察直接一个风驰电撤,就把孟帆按在了地上。 我柔柔被他抓痛了的肩膀,罩着他的屁股狠狠踢了一脚。 呸,垃圾玩意儿。 你不知道这样的富人区都有自动报警系统吗? 从派出所出来,孟帆搭了着脑袋,无精打采。 工作丢了,奖金没了,还要赔客扣公司的采购经费。 有钱的富婆前妻也拒绝和他复婚,说他现在是雪上加霜都是轻的。 他一整个失魂落魄,犹如一句行尸走肉,可走着走着不知道又想到了哪里,又突然笑起来,仿佛又找到了什么人生的快意。 就算我什么都没了,我还有小静,他肚子里还有我的孩子。 我们可以白手起家,没钱怕什么,又不是没过过苦日子。 小静和你不一样,他会无条件支持我鼓励我。 对,有小静,有他就够了。 他又哭又笑地回到自己新买的房子,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哪里还有姚雅静的影子。 只有一封信放在那里,他甚至连当面说的勇气都没有。 孟帆似乎意识到了什么,颤抖着手打开了那封信。 十三,姚雅静的信孟哥,我走了,请不要找我。 肚子里的孩子我打掉了,因为不是你的。 也许和你在一起,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不过就是两个人互相利用罢了。 我承认那时候小张对我好,他把我当成他的女神,对我百依百顺。 但是他穷啊,天天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我想买只像样的包他都拿不出钱。 这样的男人,就算他对我再好,又有什么用? 后来我无意间发现,你看我的眼神不对劲, 只要我稍微示意,你就会赶着贴上来。 看,只要我说几句好话,我想要的东西就能从你那里得到。 衣服包包手势化妆品,我想要的这些东西似乎只需要付出几句恭维。 我发现你很享受这种感觉,我越是依赖你,你越是得意,那我也不介意陪你演戏。 后来你和杨姐吵架,和我开了几次房,我无意间发现你中了彩票的事。 八百万啊,那可是八百万,你竟然一个字都没说。 那时候,我已经怀上了孩子,算算时间,应该是小张的。 但我突然就想让这个孩子是你的。 我甩了小张,开始专心攻克你。 可你离婚离得真磨叽,我肚子越大就越瞒不住,越分越大,打胎就越危险,我不敢再等了。 于是我偷拿了你的手机,发了一条紧对我可见的朋友圈,然后截图去向杨姐告状。 果然你们很快就离婚了。 你也听话地以最快的速度和我结婚,然后把我介绍到你的公司实习,我以为一切都尘埃落定。 终于可以着手打胎的时候,金阳突然来了。 起初我以为他是为你来的,我还用你偷拍的那段视频发了微博。 可谁能想到他居然就是董事长找的那个继承人。 你丢了工作不说,彩票的奖金也要分他一半,房子和车都是你婚前出全资买的,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白忙一场,什么都没捞到,还白白丢了一个真心, 对我好的男朋友。 你说我图啥呢? 我曾和杨姐说过垃圾不能要,没想到我自己竟成了捡垃圾的人。 再告诉你一遍,我对你的崇拜和依赖都是假的,都是为了钱罢了。 离婚手续我也不想办了,实在不愿意见你,等到两年以后我会起诉离婚。 就这样吧,垃圾。 孟帆摊坐在地上,那封长长的信散落在地上。 所有的联系方式全都不通,姚雅净彻底在他的世界里消失了。 一月之后,案子的判决下来了。 八百万奖金除去缴税和婚内共同债务,剩余了差不多六百万。 但是这六百万里,孟帆买车七十万,买房二百万,其他林林总总乱七八糟,他自己的三百万竟花得所剩无几。 强制分割给我三百万以后,他又变成了穷光蛋。 突然他又想到一种光明的可能,兴冲冲地要求法院立案金阳婚内继承资产,理应有我一半。 但法院直接驳回了,人家清清楚楚地指定了继承人,即使是婚姻存续期间内继承,那所有的资产也都只属于金阳一个人,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这场官司你不用打,根本没有胜诉的可能。 据碰了钉子的孟帆,依旧不死心,又跑来求我,把我堵在了写字楼的大厅里。 金阳,你都那么有钱了,那三百万你就别要了呗,要不公司的赔款不要了也行,那不就你一句话的事。 我站在保安身后,浑身地警觉细胞,挑到最高值。 公司不是我自己的,你损害的是所有股东的权益,我无权替他们豁免你。 至于那三百万,不是你的你还想尽办法要霸占,那本应是我的我为什么不要? 挺大个人了,别太天真。 我在保安的护送下进了电梯,只留下孟帆无能狂怒,你怎么一有钱就变得这么狠心,你的良心是不是让狗吃了? 我叹了口气,无奈地拿起了手机,告诉公司法务,那个案子盯紧点,都这么久了,怎么也没个结果。 被我这么一催,果然管用,也不知法务用了什么手段,没过几天直接开庭。 孟帆亲战公司财产,除了赔付亲战款项以外,他还荣获三年六个月的免费饭票。 孟帆拿不出来钱来赔,结果就是他新买的房子被强制法拍,赔付了公司的款项。 而孟帆也将在高墙里,踩着支呀支呀的缝纫机,思考他这时来运转的三十岁。